内蒙古通辽开鲁县建华镇双胜村 这个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 相信朋友们都知道了 有人说这是村委会镇政府带领村民一起耍流氓 究竟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头看 二十多年前 一片很难长草的沙爪地坑骂不平 整个四千多亩能耕种的只有零零星星一百多亩 本村人根本就没承包 没有效益 村委会就讲这块地承包给了一位姓张的外村人 价格是每亩四元 确实很便宜 但是村委会还是很庆幸这块破地能够包出去 好歹也能给村里带来点收益 细算了一下 近二十年来就这一块土地 双胜村也通过这种外包的方式 获得了三四十万的经济收入 这位张先生通过种木许种青土 田地消高 消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了改造 同时耗巨资添加牛粪改良土壤 又打井又装喷罐 让这片贫瘠的土地肥沃起来 成了一片可以种粮食的水浇地 近几年张先生就把这块地分组给了另外几个人来耕种 租金是700块钱一亩 张先生自然也余力不少 这就让很多人非常眼红 非常来气 在2018年的时候 国土资源第三次土地调查 把这片地认定为耕地 原来是草地 饲料地 村民和村委会都清楚 这块地是兔子都不拉屎的严检地 荒漠地 不是真正的草原 哎呀 村草不生啊 严检地 这个地方 你说啥什么 老那些五块钱门包 你啥地吧 荒地啊 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 就是牛踩一个脚窝 就一趟水 严检我们这地啥进不来 脚底下进不来 从土地资源角度讲 这个张先生通过自己的投入和努力 让一块废地变成了耕地 变成了宝地 应该算是功臣 赚包有了更大的收益 也应该是理所应当 通过土地三调 整个建华镇 这种荒滩变耕地的情况很多 面积总共有40多万 这些地啊 大多都是在荒滩的时候包出去的 也大多数都还在承包旗帜内 像双盛村这样 原来不能耕种的荒滩沙爪地 都变成了能种粮食的耕地 产生了更多的价值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立国立民 但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村民村委会镇政府 闻到了这块地的香味 这么大一块地 这么一块肥肉 怎么能不咬上一口呢 镇政府呢 就要求增加承包费 有了这个镇里的支持 双盛村就利用村民的不平衡心理 组织本村部分村民24小时看守 阻止土地承包户 村播耕种 在没有和承租人充分协商的情况下 强行要求承租户 每亩再交200元的地租 这些承包户呢 大都是从张老板张先生那里 高价租来的 费用都已经很高 再加上那个季节不等人呢 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 就开车开机 开车干活 这就招来了村民村委会镇政府 甚至镇派出所的阻挠 不明白我们交的是什么钱 然后他也拿不出来有利的证据 说是给我们看 也没有文件 也没有啥 啥都没有 只是口头说 要我们交钱 我们当时把钱都交了 那是一交交30年呐 应该是法律报复 为啥到现在还要收费 中央也没有这个文件 让他再二次收费 下来吧 你属于抢占集体资源 对吧 现在来讲告诉你 上午已经告诉过你们 对不属于你们 下午你依然在开 咱们说前有车后有车先礼后兵 上午谁过来谁没说 不是这30年都没到车 你干嘛不属人 你那是干嘛就属于村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地不属于地 你你说我们的土地是买的 买130年的 你嘎东当一下子 你就给我们嘎起来 所以核档说 动你要点补助费啥都合适 经过说你 你的核档不成效 不是我们咋说你咋算 我们咋有钱咋有钱 咋就得给 你不许就包吃 你真真傻话 为什么说这是村委会 镇政府带领村民一起耍流氓呢 第一 承包人和村委会有承包合同 而且在承包期之内 30年的承包费都已经提前付清 在没有经过协商和仲裁的情况下 单房违约就是耍流氓 第二 一些人以情势变更的理由来违约 更是流氓加流氓 法律规定的这个情势变更 根本就不是土地用途变更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533条规定 合同成立以后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 当事人在经历合同的时候 没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 对于当事的一方明显不公平 受不利影响的一方 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 在合理期限内 协商不成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仲裁 最后呢 再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本合同当中的这个土地的变化 是承包人通过大量投入多年努力换来的 是荒地改良田 这是太正常的预料之中的事情 属于商业风险不属于情势变更 更不是什么权属变更 性质变更 村委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投入 也没有任何损失 而且呢 合同到期以后 还会享受更多收益 是最大的收益者 村委会镇政府 只顾眼前利益 剥夺承包人大量前期投入 带来的后期收益 不是耍流氓 是什么 如果哪位说 我不需要你土地改良 只需要你把耕地恢复成荒滩 那就更是耍流氓 是无耻的耍流氓 第三 村民见别人有收益 挣了大钱 不平衡犯嫉妒 可以理解 毕竟是老百姓 毕竟是村民 堂堂村委会 村书记 村长 这么做 这么无耻 就太说不过去了 让交钱 交啥钱呢 新增水交地钱 什么叫新增水交地钱 一开始包的是草地 现在变成水交地了 谁给你们下的通知啊 你说收钱啊 嗯 那这里头 我们得听这里的 现在合同还在有效期啊 那这会儿你们单方面解除合同 而且不让耕种 您觉得这事合适吗 我们这个已经就是 嗯 也可以 也可以解除 也可以解除 嗯 从哪咨询呢 从哪咨询 土地是我们的 我们没有权利停止 但是在合同存序期间的土地 就应该是经营权在人家那 但是我的合同就这么解除了 你不同意 就是张老板不同意 是他 那就没有道理啊 没道理呢 旁的法律我也不懂 这种人能领导好村民 不出刁民 不出地痞 才是怪事 第四啊 这件事 乡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有镇政府的鼓励支持 不会发生这一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26条明确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不得利用职权 干涉农村土地承包 变更解除承包合同 这个记者在镇里采访的时候 这个镇长很圆滑 不承认镇里进行了干预 程序期间 不应该不让他干活啊 你不让他不让他更立 那是老百姓自发组织的 那他就他该不安不安 他该做这个啥 相关的啥 你村上他们就是那么定的可能是 那现在镇上就不让他干 我们真是他们也不让他干 我们我们那是村集体的事 我能管那事吗 他只是啥 只是那个 那个他们就是可能 可能啥的时候过案 开始所要可能兴许到现场 他镇上不是去阻止了吗 不是镇上阻止 我们镇上不阻止 几十万亩土地需要收钱 镇长你能不知道吗 没有镇里的决定 没有镇长 只是一个副书记 敢那么放肆吗 决定应该调查一下 这个镇长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呢 也可惜了那个 布置天高地厚的副书记 第五 再说说这个镇派出所 现在应该叫开鲁县公安局 建华分局 人民公安 人民警察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别人不懂 你们还不懂吗 还敢乱抓人 延然成了当地政府和村委会 违法违纪 胡作非语的大手 该抓的是谁 你们应该比谁都清楚 驻咒为虑 执法犯法 特意万不讲 就算是有什么无法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变更 受害方想要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也得商量着来呀 商量不成 也得通过相关机构或法院裁定才行吧 哪有这么干的呀 光天化日之下 明抢明夺 这是政府该干的事吗 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同纠纷案件 它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和民风 公平公正 立法为民 执政为民 让这些流氓无赖 祸害得稀碎 好在呀 这个开路县委县政府 及时纠正错误 及时止损 希望不管是村委会还是政府 讲点诚信 守点规矩 静静的等待合同到期收回土地 再通过转包 坐收改良土地带来的巨大红利 现在任何理由违法违约收费 都是耍流氓 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 人们会持续关注 不希望再有有损党和政府形象 有损公正公平的现象进一步发生